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伟汪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 三个频道,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谈谈大英也好像动摇 包括甘文洛、卡梅伦 什么名字都好 翻译不同 其实是什么事呢? 就是连卡梅伦 英国首相 爱上 不好意思 爱上 前首相 是前首相,没错,爱上 卡梅伦就是承认 以色列可能违反了国际法 可能其实也很轻的 以色列因为是金铃的尾巴冲突 其实也被南非告到国际法庭 令到西方国家相当担心 为什么呢? 就算你怎么判,以色列就说不怕 我们有很强的法律团队 其实他不是怕你赢或输 他怕你那些 新闻不断发酵 因为二四年很多国家要选举 之后你遥遥遥,就像拜登那样 那些贴票遥遥遥遥遥 是不是 你不要说了 就算现在 这个新卫城 英国真是首相 不是前首前首相 就是这位郭金文洛 亦都说 是今年选举的 今年是大选 人家就问你怎么办 你支持他 他令到很多人 不幸地 没有了 原来 英国外交大臣 卡梅伦他近日在国会出席听证会时 他也是承认 以色列目前的战争表现 很可能 被 国际法院认定为违反国际法 即是很可能 他都觉得这样裁决 因为你始终两万多人没有了 整整一下真的有机会判他什么绝点 是不是 当然如果 真是有这个判决的话 那就麻烦了 证明了 别人就可以说你作咒为弱 甚至美国 你一边说 结果你就提供军备 其实你也是很难看的 尤其是美国你还要选 是不是 他就说 希望以色列克制 西方说 希望你克制 希望你遵守国际法 结果两万多人没有了 避免平民出市 怎么避免 每天都有新增数字 外伤大人 美国和西方国家近这几天都希望以色列速战速 而且他们有样东西就是 不敢说停战 他们其实这件事就永远跟以色列走一条线 因为他们担心得罪某些人 得罪以色列 当然他们的实力很强 世界各地的公民很有实力 原来卡梅伦也是英国前首相 接受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 以色列目前在加沙所做的事 如果 未来在国际法院进行诉讼 他都担心 是经不起考验 可能会判他们违反国际法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是会的 当然如果他判不违反 那国际法院可能又被人柴台 因为你们经常说得很大 这样也不违反 我不知怎样才叫违反 如果这样也不是 虽然 英国自从尾巴冲突以来 根本来 其实 向来都是表达极力 支持他的这个意思 但是近日 亦都呼吁以军要克制 并且战争当中 要遵守国际法 听证会上亦都说 要重建加沙地带 需要很大努力 多数建筑物毁了 虽然哈马斯 已经是损失了50%的据点 这个是你所说的 但是以色列 还有很多 战争行为 会引发国际的 遗泪 说得这么轻 遗泪 目前有多少人走了 不幸地二万三千人 除了 也门的胡塞组织之外 不满以色列 胡塞亦都发动了 最大的攻势向那些商船动手 不单是商船有其他船 台媒就说 幸好 顶得住不用怕 你是不是傻的 那些商船他就害怕 为什么呢 就算你顶着 但是你走来 走的时候你整天都有些人 搞你 他护航你都害怕 是吗 他都改行道 恒例一些 有些就分散了 不会全部压住在红海 有些就 他说行空望角都没办法 最怕你一个不留神 当然现在他是拦截了全部东西 这是事实 他是不是有这样的实力 是拦截 但你不要忘记 他是小成本 你是大成本 他再暗你再明 所以商人都是为了 稳健 他也是分散 或者就不走 那看回原来 这个红海 那些商船被人轰 还有就是 南非也在去年12月 在国际海牙法院提起 灭绝的诉讼 以色列虽然极力否认 但是也令到英美等等的国家担心 如果继续敢轰等于 你这样继续敢轰 不就是等于自己弄多些证据给法院 是的 事实上 也怕 扩散到整个中东 整个中东麻烦的话 根本是对岸 这个 我只是地中海对岸 欧盟国家都害怕 美国之音也有说 布林肯去了 布林肯很搞笑 他就 答应了我们不用担心 但是 以方 就没有公开说 是布林肯自己说的 是的 他就说 是否真的答应 不是公开说的 他在结束了访义之旅 特拉维夫去完 我们已经和以色列达成协议 以色列 将允许联合国派遣代表前往加沙北部 评估关于 逃离人士返回的情况 并且 让联合国人员进去 这样代表 准备竞争吗 不是吧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 他就说 以色列 的总理内塔尼亚湖 答应他 只要条件允许 就会被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 但他从来都没有官方说过 我没看过 看不到 他也明确表示美国反对任何主张巴勒斯坦人 是离开加沙的提议 他也强调平民尤其是小弟和父女 现在已经付出很大代价 鬼都知道 你还被军备 这些人真是虚伪 你还被军备人 你还可以说 我们要叫他 他什么的 克制 要注意平民的安全 他会的 有鬼吗 又说什么民主国家会注意 顶你 另外说到胡塞 胡塞的这个头 阿里胡塞 其实他也说 联合国关于红海 航行的决议是一场政治游戏 是美国违反了国际法 因为最近这位 你不要以为他不懂得说话 他很懂得说话 问到BBC的记者口咬咬 这个歌其实 第一 他真的想不到 一个大叔 原来 第一 统领一枝这么厉害的 也挺有战斗力的 你不要说胡塞 你这么多年都搞不定 九年了 所以他一问你 你说我们没有力 九年你们搞的 你没赶到我们要走 原来他也说 这个Twitter 他就说 这个也门武装部队的所作所为 都是合法的范围框架内 他也对任何行动都会作出反应 我们呼吁 安理会立即 解救 被以色列和 美国围困在加沙的230万人 安理会有美国一票否定 解救了吗 解救不了 其实安理会在10号的下午 经过磋商之后 就一份美国和 日本联合起草关于鸿海决议进行表决 表决当中 11票赞成 棋权票有4个 赞成是佔了多数 决议是过了的 决议就谴责2023年11月 19号以来胡塞对于商船 至少20多次的动手 并且要求立即停止 草案必须是尊重商船 和根据国际法行使的 航行权利和自由 并且注意到 会员国 是有权根据 国际法保护他们的船 免受是动手的 包括 是不可以破坏他们的航行权和自由的 决议也是 对今时今日为止 对保护鸿海航运的一个 决议 决议也 敦促谨慎和克制 避免红海和更广泛的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并且鼓励各方为此加强外交努力 包括继续支持对话 和也门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和平进程等等 当然现在 现在亚门胡塞说得很明显的 他说你停手我就停手 你停手我就停手 他就是这样 即是不会停手 其实他也知道你不会停手 没错 当然 你说最后是怎样呢 我相信都要一段时间 幸好就是 他跟 之前一些大事件不同 因为 是远一点 兜了一圈是贵一点 但是其实 现在国际的 航运价格也是比疫情 那时候是便宜得多 贵一点 事实上 是否这么容易搞呢 你就 谈好他 你就叫他拿塔利亚和停手 但他又不会停手 其实 这个胡塞看着你来吃 他知道你不停手 那我就要动手 他知道是这样 也高举撑巴这支大旗 中东没有哪个国家 任何穆斯坦国家 没有人敢出声 是 因为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 就是穆斯坦世界的政治正确 没错 另外 内塔利亚胡也在国际法院开庭之前 他首次表示 以色列无意永久 在占据加沙 或者是赶走他们的平民 不过他说的 他说的 跟他做的 是不是相符呢 大家就是想一想 一般来说他说的时候 他都是 做相反的 你知道以色列的内阁呢 有很多极有 人士就说 不如这样吧 叫他移民去欧美就可以了 这件事一听到 其实欧美 就已经心都受打了 很鼎你 就因为移民问题 很多政客也会下台 你看荷兰手上的女特就下台了 亦上了一个荷兰特朗普的人 这次节目时间先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OK